題目 我這件事為什麼要絕拾 就是說要呼籲 我們是沒有國家 沒錯 中華民國根本全世界不曾認識國家 那我們應該可以創國 可以建国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样创国怎么样建国 就是要留人民自己出来 所以台湾人自己出来 说要创国建国 黄花前辈 那个联合国两公约 我们常常在讲人权公约 它的第一章第一句话 就强调的是民族自觉 后面露露灯 谈什么妇女劳工权益 甚至性别 我们常常在谈 联合国两公约 所以如何如何 其实它的第一章的第一节 开宗民意就谈 人民有权利决定 自己的国家跟未来 其实联合国宪章第一条 就讲到 它是追求维护世界和平 尊重世界各地民族 多有民族自觉 人民自己民族自觉 那我们台湾这个 我们一直被国民党 被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根本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政府呢 一直被戒严统治那么久 人民都不知道都害怕 台湾人都不管政治事情 都不晓得 那你看我们 我们要参加联合国也不行 这个很多世界组织都不能参加 你就 为什么 就因为你不是国家 那你不要参加奥运 那民队 我们是难民队 那这个是活得很 所以我的话都说 因为我们台湾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都用都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中华民国人 这个东西呢 我要说去演讲讲给人家听 到处去演讲没有人会听 而且大家很奇怪 我用厥实 然后呢 让大家注意说 这个最激烈的事情 没有错 这是爱与非暴力 我并不是说 我去杀人 制造新闻 你杀了你自己啦 你这样不行啦 那 所以用这个厥实治苦 这是一种爱与非暴力 的方式 那么 好我请问华华前辈嘛 你用厥实的方式 你的目的 是要把你的理念传播出去嘛 对 你来我这里一个星期 做一次固定来宾 你不要厥实 我让你坐在这里讲 好不好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更多人 海外都看得到 中国的网友都看得到 中国人听你的这些说法 听着听着 刚开始可能会砸电视 砸电脑摔手机 慢慢听一听 他总是知道说 哦原来 他们也是被骗啦 他们跟我们一样被骗啦 人总是要还人 人公道嘛 那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狭下的国家 其实我曾经讲过 蒋介石跟孙中山的 蒋介石跟毛泽东的 战争早已结束 跟台湾没有关系 是蒋介石呢 落跑 他本来要去海南 后来呢 不知道哪个进阶错 跑到台湾 对不对 那你们要追杀 蒋介石你们尽管追杀 跟台湾人民无关嘛 对吧 对不起啊 继续 这个 你再这样强调更好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 最近才解密的东西 以前更不知道 尤其跟着蒋介石 跑到台湾来的 那个时候 1949年 有两百万 对 几乎 有两百万 里面包含 五六十万的军人 对 包括郝伯春他们 对 你们知道 你们被蒋介石 撒来一个谎大骗 你知道吗 你说 他说要 你们都要想要 包括郝伯春 都在骗人说 要这个 反攻大陆 那个时候都要反攻大陆 回大陆 那时候还骗台湾人说 你们这个大学毕业 到中国大陆去 每个人都可以当县长 所以将来 共互大陆 一切前途都有了 但是 有一个 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 日本 在据今天合约 签订 这个 放弃台湾澎湖 只放弃台湾澎湖 不是像国民党 一直撒谎说 台湾金马 根据开螺旋言 这个归还中国 那这个 是蒋介石 在据今天 合约签订前 美国杜洛斯 跟 作为中华民国 在美国的驻美大使 顾维军 两个从50年到51年 谈判 达一年多 然后呢 这个有时候用公文 用电报外交换文 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说 因为 你中华民国 你不是国家 你没有领土的国家 你这个政府 是流亡政府 我们跟你有邦交关系是 我们承认你是 你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因为 中共不愿意跟他建交 那 这个呢 你这个国家 没有领土 台湾 澎湖 在 就像 在跟对日本 合约签订前 是 地位未定 那 不是 绝对不是任何国家的领土 对 是日本的领土 对 日本殖民地 对 我们再来讲一个时序 开罗宣言有没有效 你们就想想看 开罗宣言是1943年 5月1号 那个时候呢 日本呢 还没投降 对呀 日本被轰了两颗原子弹 一个在广岛 一个在长崎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两颗原子弹下去 才让日本 逼得日本 必须投降 广岛长期的这个原子弹是1945年 我记得是6月份吧 8月份 所以这 开罗宣言 跟日本投降 整整 差了两年 所以我们只能说 那个不但 那个开罗宣言 基本上叫做开罗梦化 他说他梦到两年后 日本会投降 所以说这几个 什么丘吉尔 什么罗斯福 就 蒋介石就 一起说 假设如果我们 这个台湾 日本投降以后 台湾呢 那就给我 有点像去买乐透 就我们买了一张乐透说 这乐透中奖了以后 我们三个人分 一个人三分之一 大家说好好好 结果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所以那个叫做开罗梦化 一个事情发生在前面的 那怎么有那个 而且那时候 宣言是什么 宣言是一个新闻稿 就我们聊一聊以后 对外发表一个共同的看法 没有法律效力 也没有莫及认可 那个时候可是 而且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希望 对 记录在那个开会里边 那这个 那个过程 我最近很清楚 丘吉尔从头到尾都反对 对 没有等定约之前 这个我们要开会决定以后 才能定和 另外有一个条约才能规定 对 那还有经过和平会议后讨论 还有讨价还价 不是我们这定了就算了 而且你当年 191895年 满洲国 刮给日本是隔让 永久隔让 那你没有另外一个条约是不能把它变回 对 并回去 而且中华民国也不是满洲国啊 虽然都是叫中国 外国人都叫中国 但是呢 其实 它是包括 孙中生都讲过 中国亡国两次 对 一次给这个 陈基斯汉消灭 元朝 元朝他统治 元朝都是服装不一样 西窝温铁针 对 那 那个 另外一次 就是满人 满洲人 来 占领 从东北过来 那你就讲的说 这两次 后来你成立中华民国在制造一个中华民族 以前根本没有 世界上没有中华民族啊 中华民族 这个名词是 那个梁启超 然后就发明一个中华民族 他又为了要成立中华民国 他就发明一个中华民族 在这个之前 你在1910年以前 你看全世界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吗 你看看历史的书 有中华民族的名称吗 包括中国的历史书 里面你也看不到中华民族这个书 所以呢 我刚才有一段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被骗了 被骗了 就是说杜勒斯跟顾维军 从1950年到1951年 谈那个时候 杜勒斯跟顾维军讲 说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你这个参加 你没有 你不是国家 你现在是流亡政府而已 所以你没有资格派代表 去参加和平会议 那中共1945年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5年以前还没有诞生 所以那女军那个时候 你也不算是日本的交战国 所以那个和平会议 他也不能参加 他也不能参加 那我们这个安排 日本在旧金战合约 只是说放弃台湾澎湖 没有什么赵哥人开入宣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因为这个还有写到 美国是日本领土的主要占领全国 那台湾是日本领土嘛 所以只要有这一点 那我们还继续由你 我们美国同意你就可以继续在台湾 要不然你要被赶走 这个杜洛斯跟顾维军 顾维军贪了一年 然后顾维军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说而且蒋介石同意 把这个同意书 同意的文字交给这个杜洛斯 然后呢它变成合约的附件 而且呢 从此以后 你就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合约日本创去台湾澎湖 是蒋介石在1951年以前 同意附在这个 一个附件附在这里 而且你找1950年4月17号的蒋介石的日记 也有写这一段 那你就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 他们就1950年4月17号 就没有说要反攻大陆 他继续在骗我们说 要反攻大陆用戒员统治 这个是一个大谎话 胡说八道 包括被他带来那些难民 都受骗了 对 那跟台湾更不用讲 那当然要有这样子 他用中华民国戒严体制才能够 在台湾呢 专政 国民党一党专政 其实是讲家独裁 等于是他皇帝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就揭发这个 最近才知道 最近才解密 那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是小孩子 我1939年出生了 我二十岁 今天刚好八十岁 黄前辈你休息一下 官官朋友黄先生 他的身体现在就蛮虚弱的 喝个水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